Hello,大家好,这里是主机游戏速报,我是你们速报的精灵讯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最新游戏室晚是刚刚登陆Steam以及手机平台的最终幻想5像素复刻版 这款游戏是在最终幻想5原作的画面基础上进行了像素高清化的处理 然后还优化了操控方式,对游戏中的音乐也进行了改编 同时追加了怪物图鉴、音乐播放器、画廊、自动战斗及时存档的新功能的一个版本 看似是一个炒冷饭,但是却在这个Steam平台收获了这个特别好评的评价 就是玩家们还是非常满意的,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试玩一下 看看这个炒的冷饭到底香不香啊 话不多说,我们一起进入游戏吧 我看这个像素风 还要表现这个光影的变化 一座宫殿 门开了,走出来了一个人,这是谁呢? 这是一条龙哦 巨龙 雷娜,父王 这应该是我们女主吧 你一定要去嘛 雷娜,你要保护城堡,绝对不可以跟过来 太空王啊 这个人叫做 可是 风的律动有些奇怪 我必须要去风之神殿的水晶那里 是的,我也能感觉到 但是只有父王你一个人 不用担心 父王应该挺厉害的吧 没什么好担心的 这个龙应该是他的坐骑啊 很拉风啊 不知道现在新一代的玩家还能不能接受这种像素风啊 其实我还挺喜欢这种像素风的 感觉 可能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就是玩这种游戏啊 所以没有什么违和感 这还蛮好的 哇,这个水居然做的还挺像样的啊 这个是谁啊 这个是谁啊 法利斯,风的律动停止了 话说五代好像我没玩过 我好像只玩过四代跟六代 风停了 必须要抓紧时间了 雷娜,难道是父王出什么事了吗 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水晶是吧 怎么了 水晶 怎么突然屏幕变蓝了 水晶炸裂了 然后我们主角是不是就要去收集这个水晶的碎片 感觉就是 感觉就是早期的王道RPG都是这么玩啊 这是谁啊 有一个鹿行鸟跟一个少年感觉应该是 哪个是我们啊 天上掉下了一颗巨大的陨石啊 朝这个山的那边飞去了 落到哪儿了呢 这个大地图真的好有年代感啊 不会正好就落在了他们的面前吧 OK 我们起上了这个鹿行鸟啊 鹿行鸟是这个最终幻想系列算吉祥物的这种存在啊 A键确定B键返回或者奔跑 Y键是打开或者关闭菜单 X键是打开或者关闭地图或者自动战斗 LB是切换显示角色 OK LTR是上页下一页 OK 暂停和关闭小地图是菜单键 OK 我们走吧 我们走吧 往哪走呢 Y键 可以在这可以及时保存了 随时都可以保存 原版我记得是不可以的 我们是要往哪走啊 我现在想知道 好像不是往这走 X键 这个红色的箭头是我们现在的位置啊 可能往这走啊 哦 应该是往这 太空陨石地啊 这里就是这个地方落下了陨石 波可你在这里等着 波可是我们的这个鹿行鸟的名字啊 哎呦 这有一棵巨大的树啊 哎 那边一个少女 被砸晕了 哦 这个战斗场面感觉好像 是不是也变化了 这哥 两个哥布林啊 干掉他们 好 来吧 哎 好嘞 少年救到了少女啊 粉色头发的少女 哎 雷娜不是刚刚还在王宫吗 怎么就 坠落在这儿了 谢谢你我叫雷娜 你呢 我叫 巴兹啊 就让他巴兹吧 OK 是 我叫巴兹啊 和陆行鸟一起四处旅行 因为这个突然从天而降 然后我就被坠落时引起的强风吹到啊 这是陨石吗 难道和风的停止有什么关系吗 这么巨大的陨石啊 雷娜要去哪呢 我们一起走吧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啥声音啊 救命 哎 有谁在喊救命 在那边 哦 我们去看一下啊 在这边还有人吗 哦 这还有一个人 这是谁啊 你没事吧 老爷爷啊 这里是什么地方 好疼 头好疼 为什么会有个老头在这儿啊 哎呀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难道是因为头部受到重击失忆 对了我的名字是加拉夫 其他呢 其他什么都想不起来啊 那你也跟我们一起旅行呗 这些什么都想不起来 好疼 我只想起来 对了 我真的想起来 对了 好疼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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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有一个人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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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这傻瓜 八字谢谢你 再见 再见了 哎 你好不容易见到女人 然后你就让她走了 哎 这不争气的家伙 哎 我是怎么过来的 OK 去找我们的路行鸟啊 那他要往哪走啊 我比较好奇 波可我们走 关于你要去哪啊 哦 这是黄色箭头 那我们是要出去吗 哎 怎么波可怎么直接把我们给甩下来了 怎么了 只有一个老爷爷和一个女孩子 而且那附近都有哥布林出没 好吧 波可 这个波可居然让我们去追他们是吗 哎 这咋回事啊 怎么地好像开始塌陷了 哦 又来了 那个 哥布里 吃我一箭 哎呦 上来下来两下打 好 拜拜 再给我来一个 防御和换力 那还是攻击吧 哎呦 不能太长时间思考 要不然你会挨打 好吧 哦 升级了 我们的巴兹现在 是一个自由人的职业啊 获得了一个皮帽 待会看看比他装备上 哎 这里怎么也塌了 又来 哎呦 我说没血了呀 只有12滴血了 他这个升级居然不会回血 绝了 啊 他们怎么在这晕倒了呀 哎呀 这两个人也是让人不省心啊 雷娜醒过来了 不过他好像没有立会 是不是 我们待会去菜单里边看一下 有没有立会的人物的 哟 巴兹 又见面了啊 是你救了我们吗 这是谢谢你了 哎呀 不用这么客气的 这个地方的音乐很好听啊 前面条通往土耳村的路 也被堵上了 那我们怎么去啊 加拉夫啊 这个老爷爷要去风之神殿 这老爷爷不会是坏人吧 我们一起去呗 我老爸临终前告诉我 要我到世界各地旅行 增长见识 而且风在呼唤我 其实是 加拉夫说 增长见识什么的 其实是因为你喜欢上这女孩了吧 哎 老爷爷静说实话 你醒着啊 哎 这老家伙 情伤很高 那路被堵了 我们怎么走 让路行鸟带着我们飞走 出发吧 我们要有同伴了啊 太好了 路行鸟能不能同时宰着我们三个人啊 我们看一下菜单啊 道具 看一下哦 我们的血回复了啊 看一下装备 嗯 头部 我们现在有一个皮帽啊 防御上升二 重量 OK 戴上 看一下有没有视频可以装 有没有视频 OK 看一下状态这里啊 八姿 哎 怎么好像没有利会啊 这一把 OK 先存个档啊 玩RP这游戏 多存档啊 是这儿吧 是往这儿走吧 这里居然有一个洞窟 是因为刚刚的地震引起的吧 不可前面会很危险 你就在这里等着吧 那那你待会儿 他不是还是得从这儿走吗 哦 洞窟里的音乐 都变了啊 一瞬间感觉就 发生什么了 那个泉水 泉水咋了 这可以回复吗 哎 出了好多这个钢斧啊 攻击 攻击 好像我们现在还没有技能啊 18 有点低啊 这两个人攻击力好低哦 你看我攻击力多高啊 打一下能打30点 这个泉水有什么 哦 这是恢复之泉 OK 就在这里可以恢复我们的血啊 之后我们可以 打不过了就可以来这儿 有有宝箱 来吧 好了 先干掉一个 来吧 好 来 都升级了 巴兹雷娜也是自由人 加拉加夫 三个人现在都是自由人 哎 哦 我刚刚说我怎么过不去 后来发现要从这儿穿过去 哎 上面怎么有盗贼一样的人 他们这个趴在墙 这个动作感觉做的好好笑啊 就这个像素风 有一种莫名的喜感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发现 那我们待会就要去拨动 那个开关哈 有个宝箱 哎呦 宝箱前面卷还有人 来吧 上 好嘞 来吧 去死 拜拜 这雷娜什么的攻击力太低了 他这个战斗就是 那个 对中幻想系列的那个ADB模式啊 半级实质 我们又捡到了一个皮帽 给这个 我们看一下给他戴吧 好吧 他给他戴 皮帽 好 来吧 哎呀 这个暗雷的遇遇率有点高啊 这死 好嘞 好嘞 呀 把子上 呃 我们的八字一下一个 哦 他们又升级了 好 这里还有泉水啊 这里还有泉水啊 但是这个泉水我们是不是下不去啊 那是 哎 看到啥了 哦 怎么直接出来了 好像 啥呀 刚刚那艘船在没有风的情况下究竟是怎么航行的 队友 这个世界都已经没有风了 他是怎么航行的 啊 我们居然出来了 还是得进去啊 这三层 哎哟 他这感觉那个敏捷有点低啊 每次都最后一个行动 哎哟 海盗据点 这边我们可以恢复吗 好像下不去哦 哎 海盗据点 哎哟 这个地方的音乐还挺有那种 海盗风格啊 哎 这地方我们怎么走啊 这么说刚刚那艘船是海盗船 海盗怎么可能让你们上船啊 偷偷上去可还行啊 女主感觉胆子很大啊 这里可以摁一下是吧 什么地方开了 我们看一下啊 应该是哪里开门了 哎 我们这里可以直接上来吗 是不是不用跟他们打 那两个人好像也没看到我们 直接上来了可还行 这什么 这什么 锁着这里啊 是不是不能直接上来呀 哎呦这里有一个海盗 船舵已经修好了 只要操纯船舵舵舵 他就都睡着了 我们只要操纵那个船舵 就可以走啊 就有没有道具看看 哦 这些箱子打不开哈 那意思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开船走啊 来 我们直接上去操纵船舵 船舵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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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舵� 结果船不动啊 哎呦被发现了 这谁啊 哦这是开场开场的那个女的啊 法利斯先看 通我的船 这是好大的担子 要命了 这个巴兹他们也是刚发现她是公主啊 拜托你请将船借给我 必须要去风之神殿 因为我的父王现在身处险境 你说你是公主 可以转队啊 人家不就是正好把你那个卖钱了吗 男友一上来就自爆家门 然后说自己是公主 哦 他把什么拿下来了 一个水晶链吗 那条坠是 水晶吊坠啊 应该是一个 把他们关进牢房 哎 哎 公主啊 你真的太天真了 这公主一看就没有经历过这个社会的毒打啊 只是伤脑筋啊 到底是谁要踢一头海盗船的 就是老爷爷你啊 加拉夫假装失忆啊 但是没有想到雷娜居然是公主啊 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义蛮的 因为他的父王正在封之神殿啊 一定有什么不祥的事要发生 哦 那个陨石掉下来会不会跟他父王也有关系啊 哎 这个转场 直接转到了这个法利斯啊 这个船长这里 一个女的海盗船长还挺厉害的 哦 他们俩是带着一样的追尸是吧 难道是双胞胎姐妹 你看他们头发也都很像啊 都是粉色的 会不会这个法利斯是流落在民间的这个公主 我们去封之神殿 你们怎么出来的 把他们的绳子解开 哎呦 可以哦 恢复我们的自由生了 挺好 欢呼雀跃三个人 我要协助你们 难道不愿意啊 好了 出发吧 目的地是封之神殿 走了 但是都没有封啊 我们怎么走啊 看一下他们是用什么来操纵的 这啥人力吗 他们在船翻呢 没有封要怎么让船动起来呢 你想知道吗 估计应该是人力 哦 好像有一个动物啊 是什么 水里居然有一只龙 what 你这海盗也太厉害了吧 怎么样 我和这家伙是一起长大的 像亲兄弟一样 厉害哦 你很勇哦 好 出发 那封之神殿在哪啊 像有我带为长座是像封之神殿吗 是啊 因为我也不认识路啊 你就直接替我们开过去吧 哦 这应该是后面改的是不是 便携 就是一些便捷的功能 就帮我们玩家省去一些跑路的这个哦 这里就是封之神殿是吗 哇 哎 旁边那怎么这么多人啊 这里就是关着门 哎 这里是怎么回事啊 雷娜公主 到底发生了什么 风突然停止 然后就有魔物冲进了神殿 父王呢 父王怎么了 去了顶层 然后还没有回来 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我们得去救我们父王啊 走吧 去顶层 法利斯还挺好啊 帮我呢 哦 我发现他们的 他们俩的这个头发 其实是有一点这个色差的啊 法利斯的这个头发的这个红色 好像更深一点 神殿里边有怪物啊 是什么白蛇 哎呀 去死吧 我们现在有四个角色啊 那不是 哎呦 还是一下一个啊 可以 帐篷 帐篷应该是可以随时存档 但是好像现在那就没什么用了吧 这是什么 哦 可以使用这个帐篷或者小无球 是也可以存档 我们现在已经 哦 这还必须在这个点上才可以存档 所以在迷宫里边还不是可以及时存档啊 在迷宫里边还是要在指定地点才可以存档哈 这我就有点烦了 你说你为什么不给我们及时存档 哎 我们是从这上来的对不对 黑格布林 换色怪啊 法利斯也很强啊 可以 哎 八字双级了 四级了 哦 好像不对啊 那我们应该往哪走啊 这好像过不去啊 对吧 哦 这里可以 这里可以穿过去 我早说 来吧 一刀一个 哥布林 哎呀 我们加拉夫要死了 赶紧呢 我们得救他 好吧 哎呦 完了 他直接死了 我们加拉夫 看一下 那我们应该怎么救他呀 那我们应该怎么救他呀 恢复药 哦 好像救不了他啊 啊 怎么办 哎呀我以为刚刚不会打他呢 结果哎呦 这里好像有个boss啊 那我回去存个档吧 把他把那个加拉夫给救活好不好 啊 啊 我们将回到那个存档点那儿啊 回去 存个档 就加拉夫死了啊 而且我们又没有凤凰尾巴 这就比较惨啊 好 哎他怎么还没有活啊 啊 遗物袋帐篷 看一下可以用吗 能不能把我们的加拉夫给救活 啊火了啊 整个大 哎 往后要注意一点啊 不要让队员死掉 倒个十几点的血的时候 就得保存了 哎呦 这个boss 感觉挺强的样子 哎呦 风行魔 这三个感觉很厉害啊 哎呀 我们现在也没个技能主要是 来吧 就给我去死 好嘞 哎呦 这个我能打得过吗 这里有什么东西啊 啥也没有 那你这里干嘛搞个门啊 哎 升个级 哎 给加拉夫升级啦 看一下这边这个门能进去吧 就啊 有宝箱 可以啊 宽刃剑 哎 我们换一下装备啊 哦 我们已经是宽刃剑了 最强装备 OK 给他换一下最强装备 宽刃剑 闭手 短剑 OK 来吧 直接上 大家小心 这是个什么 哎呦 哎呦 boss的音乐都不一样啊 风之翼 这干嘛 哇 直接打掉我们这么多血啊 吴操 你是不是有点太强了 这个 再给我们来两下 我就死了呀 得自己回个血啊 哎呦 他好像防御了 这完了 完了 防御 他防御的时候 我们打不了他 哎呦 坏了 坏了 我应该也防御的 哎呦 恢复一下 只有13点血了 我们 回复一下 给这个雷娜 回复一下 OK 防御啊 防御 好 我们也防御 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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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啊 不是只有你会防御啊 我们也会啊 好吧 哎呦 这个防御了 怎么跟没防御 没区别啊 你在逗啊 完了 法利斯死的也太快了 这要命了 哎呦 要命了 要命了 这不会是剧情 啊 死了 我刚刚说 这不会是剧情杀吧 让他死掉了 哎呦 可惜我们的法利斯 加不到 加不到经典值了呀 得到了一个不死鸟尾巴 哎呦 有没有回血的地方啊 啊 来到水晶之间了 这里的水晶都碎掉了 那像父王的身影呢 怎么父王也不在这 这咋回事儿 怎么看到了红色的水晶 它是不是有很多个不同种类的水晶啊 这是风之水晶 那个是火之水晶 火之心勇气 怎么到了这个法利斯的身上 还有什么心啊 这个水晶吗 这个是水晶吗 这个是 啊 这个给了我们的雷纳 水晶 水晶怜悯 不会是有四个水晶 然后四个心都给了他们吧 这什么水晶啊 这什么水晶啊 土之心希望 风之心给了我们的巴兹啊 探求 这是怎么回事儿 感觉很温暖 水晶之心 他们这啊 太空王还活着啊 太空王还活着啊 他怎么在这儿啊 怎么回事儿 你们是被选中的四名战士啊 是拥有这四种心灵的勇士 光之四战士啊 其他三块水晶也将要破碎 你们要保护水晶 不然邪恶之心就会被唤醒 非常王道的剧情啊 诶 他父王这干嘛 直接跑走了 四名战士啊 要保护水晶 好吧 诶 水晶碎片怎么了 诶 到了他们的身上啊 水晶碎片 也是寄作在其中的力量 骑士 武僧 轻魔法师和盗贼 我可以选职业了是吧 转职了可以啊 那我们有可以有白魔吧 给我们加血了吧 他在父王也不知道在干嘛 祭坛里应该有一个地方 可以将我们传送出去 OK 我们看一下 就在这儿 是 传送我们吧 诶 这个熟悉的水晶序曲啊 又开始响起来了 陆行鸟跑出来了 需要了解有关水晶碎片的使用方法吗 是 被水晶选中的战士们拥有寄宿在他们勇者之心中的力量 他们以此被授予各种职业 OK啊 哦 这里有个职业选项 然后我们就可以选中角色 哦 骑士 武僧 盗贼 白魔 黑魔 还有什么 转职为这个职业吗 黑魔法 是6级黑魔法 哦 有点像那个 哦 当职业有所提高就会学会该职业下 这个八方旅人应该就是学的这个最终幻想的这个方式吧 反正都是SE的游戏 我们的八字直接变成黑魔了可还行 名气 一级白魔 哦 能力可以跟职业是不一样的 哦 在选择完这个之后会暂时脱去所有装备之后系统会自动为你选择最强的 OK 好 灵活的将职业和能力进行组合就可以成为会跳跃的黑魔法导师 或者会使用白魔法的骑士 就是可以有两个职业嘛 那么就试试成为一名会使用白魔法的骑士吧 首先职业选择白魔法师 职业选白魔啊 OK 然后 能力我们再选一个骑士对吧 嗯 获得一定的魔能力点之后就可以习得白魔法 之后再将职业转换为骑士能力选择白魔法装 哦 哦 是这样 就是你先学会白魔法的能力 然后再换职业 OK 懂了 可以啊 好 是的 可以各种转职啊 挺好 但是转职了之后 你的能力好像 这个等级好像会归零啊 好了 招完了吗 OK 好啦 因为这个试玩时间的限制啊 我们今天试完就给大家演示到这里哦 然后今天给大家试完的这个游戏是最终幻想5的像素复刻版啊 然后目前已经登录了这个Steam平台以及安卓和iOS等平台啊 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找一下 这里是主机游戏速报 我是你们速报机灵讯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呢 欢迎评论收藏和点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